翁老師呢 你這邊有個故事 是一方刻意挑起紛爭的 是啊 我們這段因為負希 所以一些老大人 很愛抓蝦子 早上早上比較不早會來 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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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後來也買 就在那邊走到蝦咖 走到那邊 地雷就在那邊 開始放蝦子 你覺得我們好像 在兩個不同的時空嗎 你有沒有跟他講的故事 好像都很特別 這樣 我們這就是蝦咖 他在蝦咖 地雷 雷 蝦 蝦 蝦 就慢慢放他的蝦咖 一個年輕人就在乘搭 從蝦咖啡 看到蝦咖啡有人 你就知道 大部分人對蝦咖 大家都吃得慶祝 抓蝦咖很有慶祝 他又誰都回來 我最不興趣的是蝦蝦蝦 看到蝦咖啡 這就蝦咖啡 很親切 蝦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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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十多跳的距離 老大人的鞋子又重點一顆 還稍微有風 對 水聲 蛤 後來蝦咖啡就頭起來 蛤 蛤 蛤 後來蝦咖啡 你蝦咖啡 蝦咖啡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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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有聽到 有聽到說龜鵝 你一定是在說我蝦蝦 蝦龜鵝 後來 百娃 百娃 什麼 你想問我蝦蝦龜鵝 怎麼會那麼多 這個少爺就問我怎麼會那麼多 接著就坐了 常常抓這些客兄就很多 這上去 他就 這個少爺的光光聽 就團團團跟他們的家族跳來 那一天不懂 這是在武漏 我們虎蝦龜鵝 他的名字叫城虎南 虎的南兵 大家都叫虎蝦龜鵝 我們團團跟你們武力 不懂 幾天 大家帶帶的 要去那裡理論 到後來 傳統快說 說這是五歲 一邊是草原人 一邊是老闆 今天才會這樣 就是說 語言常常會帶著誤會 這是最大的事情 真的